哈喽大家好,我是喵女子 今天玩的这个恐怖游戏叫做一日而雨玩具屋 大概讲一幢稀石建筑坐落在安静的住宅区 田径的小女孩到玩具屋游玩 可里面的玩具啊都非常的诡异 一日系列的游戏已经出了很多 最近也在直播这个系列 我知道你们大部分人都看过玩过 这次啊就当我求求你们好吧 千万别剧透 好歹给我留一些游戏体验感 好的咱们开始吧 版国人都知道啊 这种游戏是jumpscare的模式 俗称吓你一跳 像这种情况啊 我们就要把心态放平 就要像那个猪肉一样放在案板上 任由作者去揉理 反正跑也跑不了 躲也躲不掉 我们在看恐怖电影的时候都知道 这个鬼啊对于新来的小鲜肉 还是保持着观察模式 看看这小鲜肉好不好拿捏 如果上来就是中馗级别的 五大三粗十年不洗澡 内裤脱下来都能立得住 出口成脏 能把死人说活了 嘴里还飘来大蒜韭菜鸡蛋味 任凭哪个鬼都招架不住啊 所以第一天来到玩具屋 应该不会有骚动啊 我他妈起下楼子一跳 开灯的一刹那 好玩的玩具映入眼帘 小姑娘开心到起飞 这种心情就好像穷困潦倒的成年人 进入一个金库 一开头全是钱 这完全没有抵抗力啊 书归正题 这里面的玩偶真的是很精致 而且都很漂亮 个鬼啊 这个玩偶怎么这么丑啊 有被冒犯到 除了灰洞的木马 和挂在墙上脏兮兮的几个布偶 就是这刀逼刀逼的魔鹰 我都快被洗脑了 还好 小姑娘一看天都黑了 还没逛完就跑回家了 到这里啊 我只能说这个小姑娘还有救 都能回去叫爸妈闺蜜一块来 第二天 哎不 你爸妈呢 你闺蜜呢 刚想说你聪明绝顶 还是一个人来的 真是外婆死了 儿子 无救 从这就开始已经不对劲了 玩偶会对小姑娘行注目里 哎不是 这墙上怎么也少了一个 难道是自己剪断绳子 活了不成 来到门前 店主开门了 伸出有欲欢迎的小手 这是能受得了吗 不出面欢迎也就罢了 居然还用着假手 我这自尊心能受得了吗 打道回府 第三天又来了 哎呦 下雨出来 玩先不说 家里就穷得没把伞吗 淋了个湿透 店主也很贴心啊 一直在说 进来给你烘干 这屋子里的玩具啊 也越发活跃了 上窜下跳的 就这么在七寒交迫的情况下 被电竹哄进了屋子里 到这里啊 我想大家都猜出了什么了 进了这窝 想要再出去 可就难了 正所谓 收着厕所睡觉 离时不远了 我研究了一下 觉得像这种恐怖游戏啊 还是给大家看实况 因为剪辑的太多了 反而会影响观看体验 但是请放心 我会把所有的高能 一个不留的留给大家 我游乐场 啊 这个画面看的真的是 太棒了 这把居然是晴天 呀 游乐园 小飞机 旋转木马 带着娃娃 这娃娃抠图 抠得也太残劲了吧 每一个人都在等着你 你说上面做的一些玩具吗 哇 乐伍斯数了要 Let's play together 让我们一起玩吧 抠图明显 差评 这游戏制作成本真的很低啊 这个娃娃才丑呢 我受不了了 你揍开 This is a toy heaven 这是一个玩具天国 你倒是让我下去玩啊 越走越不对劲啊 小姑娘说 呵呵呵 好开心啊 啊 雨变成紫 从紫变成紫色的了 我怎么感觉 这个小姑娘 好像这个皮肤 变得越来越像娃娃了呢 怎么第二天又来了吗 玩得很开心是吧 啊 怎么听到了 心 声 慢慢下着雨 怎么在这醒过来了 又淋了一次雨吗 我得回家了 哦 玩过劲了啊 回家你出门啊 你还往前走 我也是醉了 这变得有点吓人了啊 过分了啊 你还笑 你笑你妹 哎 没了 哇 这个场景变得好好看啊 怎么办 颜色有点讨喜 哇 人偶很多 哎 你不说要回家吗 艾外 完了 她是回不去了 我觉得 都蹭蹭还不跑 今天在一起玩吧 这个娃娃有脸了啊 居然 之前她一直都是没脸的 嗯 什么东西黑了一下呦 她黑了一下就证明她进入到另外一个时空了 她不进的话可能还好一点 又到了12点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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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怎么 怎么掉起来了 哎哟 你不害怕吗 呵呵 这还要过去玩吗 我觉得别玩了吧 do you want to play more 你想玩更多吗 墙上的玩具都掉下来了 看到了吗 除了面具 谁想玩呀 姐姐姐妈 你担心爸爸妈妈会担心吗 我觉得这个店主 这个这个相册应该就是这个店主 I think you should go home 我觉得你应该要回家了呢 此时回头应该还好 还想再玩一会儿呢 完了 小女孩摸正了啊 摸正了 摸正了 OK Come on 其实这个时候小女孩回家可能还有救 真的 喂 现在不是Welcome 是喂 又开心的进来了 亲爱的 今天什么时候也一起玩吧 她肯定是在跟那个这里面的人说 她过来玩了一天 其实她并不开心 看到了吗 这个画面也变得又残残就不堪了 她想玩 但是后面背着个娃娃 You can stay here as much as you want 你可以在这待到 你什么时候想走都可以 哎 大姐 脑袋飞起来了 先把娃娃安回去 哎 你的头是不是刚刚飘上去了 哎 喂 我希望你成为我的朋友 就这种情况还能玩这么开心 非常欢了 嗯 嗯 嗯 看她其实不开心 呵呵 想一直待在这里啊 成全你 叮 已经 已经 画面已经崩坏了呢 哎呀我天 这些像着这个玩偶 玩偶之路是一去不复回了吗 你走不动了 哎 其实到这里大家可以看到 她的第一天 第二天和第三天的衣服都不一样 只有第三天这个绿色的衣服 她一直没有换过 就证明 她从第三天开始就已经失踪了 被这个屋子给困住了 上一次还在现实生活中 现在估计已经顽强回不去了 门都让锁住了 这娃娃是在开门还是关门的 哎 我们被绳子给拽上了 头还给弄起来 不觉得你该回家了吗 这玩具彻底崩了 露出她本来的面目了 你以为什么 玩具型的无业后宫啊 有点崩坏的颜色 但是我觉得还挺好看 哎你怎么又跑这来了 你就是本体吧 I don't want to go home 还不想回家都对呀 还不回吗 小姑娘啊 人形飞机头 我想和这里面每一个玩具玩 都已经变成人偶了 还这么那什么 一二三 这前看来前面这几个小红帽 也包括在内吗 小红帽太可怜了 小红帽万万没想到啊 这糖果屋被给逼过了 被吊起来了 我这还能走啊 哎呀妈呀 这房子也太烂了吧 这没事就鬼啊 就喜欢搞这种东西啊 就破败不堪的东西 给你试一个法术 让你觉得特别好 嗨 这种东西 我们 担心真就用过了呀 我不知道 还没鸣呢 地位敢不敢 烦人 then go through the door 接下来 穿门 耳锅 停下 哦 怎么你是爷爷的客串的吗 小姑娘真可怜 强制吓人 又不可怕 哎呀哎呀 快擦一下 哎呀我天啊 哎呀真恶心 谁家的果冻啊 口水见一声 没杀住车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我想看看里面 崩坏的世界是什么样子 天空一变雪 虽然说像第一次来一样 这么开心 但是他身上还是吊着的 吊着线呢 你看他的嘴这块 已经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痕了啊 这手已经变成人偶了 就人偶制作流程 哎 这怎么会是一块木布啊 Everyone Welcome to you 所有人都在欢迎你 耶 这就开始直接拆卸了吧 胳膊背了 哦这些都是幻境啊 你会得到很多的朋友的 在这儿 哎 这个表情又变成这样子了 这个玩具玩就好好玩 怎么都拆了 Help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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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娃娃都是被骗过来的 都是有生命的娃娃 你看 让我们在这里永远在这里 这故事告诉我们 妈妈叫你回家就赶紧回家 我感觉他脖子也要被拔下来 哎 有眼睛了居然 QQQQQ 干嘛要把这姑娘杀了吗 太残忍了 呀妈呀 脸上陶瓷掉了 玩得开心 就是这个下 下场 哎呀我的天哪 画面有点不忍直视了 我还想在这里啊 魔正了吧 和玩具耍 It was a very nice place 这是一个非常好玩的地儿 I'm not going home anymore forever 我再也不想回家了 我要在这儿待得永远 我要永远在这儿待着 恶魔吸收灵魂成功 到这里啊 游戏就已经接近尾声了 我们呢可以从这个水晶球里观察玩具屋 其实没有那么多的玩具 也没有那么华丽 直到最后看到了我们的小姑娘变成了招待人偶 随后画面一转 整个房屋也就显露出本来的样子 而这个破败不堪的玩具屋 也从这个社区消失了 原来这只是一片空地 其实这个游戏 我们可以这样子想 就是我自己的一个理解 我觉得它可能是被坏人给绑架 然后最后进行了肢解 把它做成人偶 哎 我怎么好像这个剧情有点熟呢 其实我觉得这个游戏玩起来 还有事有那么点吓人啊 起码在我玩的时候 身上还是有一点点毛骨悚然 这个游戏是纯免费的啊 可以去网上下载 那我是编女子啊 我们就在下一款异日的游戏再见吧 各位拜拜